嗨 大家好 欢迎朋友们来到游天堂频道 红柱哥今天给大家继续在栏试环二网站联机实况解说 一匹花布安特对二匹道龙的对决 那么是莱茨两个女性啊 对 小萝莉对啊 小萝莉哈哈 其实 真的是啊 不好划分啊 哎呀 进入中斩 傻姆塔姆的纳克洛洛 纳克洛洛的速度也是比较快 在这里面先 哎呀 推上鸡腿 后滚 取消鸡腿 好 没有 没有武器可以挠他 哎 哎呦 扣下盘 怎么办 小龙现在要走 好 下地 前冲 两人都想投 被反抓成功 那洛洛洛在这个游戏里面 在二代里面是偏属性偏弱啊 不大好打 唯一的一个优点 就是他的速度快啊 而且他的跳鸭抓头比较强 那么猴子 长塔姆呢 这个 小萝莉呢 呃 比较怎么讲呢 比较平均吧 唯一的弱点就是他的体力比较弱啊 容易晕 这个恨的路就差不多 哎 两人做一个僵之之后 开始发动一个新乐伊德伦进攻 周上舵 但哪大哈罗罗啊 一定要进攻 好 漂亮有擦地板破对方的战中刀 上鹰上鹰哎 这招是可以打折的 哎 不要过来 两人都是偷下段 好 再次有擦地板 哦呦 胜利之刃啊 这招我记得叫胜利之刃啊 好上映 这时候他不敢下来 他如果下来 他还可以补充攻击 别 哎 两个中团 再压 但是对方身位过于小 怎么打怎么打 好打了跟你笑 感谢朋友收看 喜欢社会的朋友 记得关注红龙哥 关注于天堂频道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 留言点赞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